布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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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面上大家覺得應該都是 快樂先進 長生布勞 但是在原住民的話裡面 它不是這個意思 是 其實當初是因為 我們長輩帶著年輕人 回來山上耕種的時候 很多叔叔阿姨 看到我們騎摩托車 她都問我們說 你們要去哪裡 然後我們就講說 布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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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勞就是逛逛 走一走 晃晃的意思 就沒有什麼目的 逛一逛而已 對 它就是大家來這邊種菜 一起在這邊生活 所以當初就用 布勞 布勞 設為這邊的名字 後來慢慢的 我們在接待客人的時候 我們想說布勞 布勞 就很像布勞 布勞 所以我們就叫它布勞 布勞 很美的名字 布勞 布勞 所以我們現在 在布勞裡面走走 也算是一種布勞 布勞 我們現在在等於是一個部落的中心點 也是制高點 對 這是一個海拔400公尺的高台地 這個是你們的集會所 對 那也是我們部落的教室 部落做祭典的地方 算是布勞一個多功能的地方 然後也是旅客來餐廳 用餐的這個地方 在我前方這邊是生活居家的地方 包括做工藝品 我們製布 在我後方這邊是我們的農耕群 這是一個群山環繞的地方 現在從後面看 除了看到了霞光 白雲 另外就是非常非常清脆的山 我們是在一個山谷的環境裡面 沒錯 所以也在這個山谷裡面 我們生活在這裡 遇到很多不一樣的天氣的變化 非常美的地方 剛剛我們一進來 所有人都在問說它是羊肉鹿 我們叫它貝克漢 因為它長得很帥 我們部落因為在大自然裡面 草地很多 所以我們會有羊幾隻羊 然後幫我們去除草 它這邊這一塊吃一吃 我們給它換到另外一塊 那邊吃一吃 再到處換一換這樣子 我先帶你來看我們種植的房子 我們叫它狗厚 骨倉嗎 骨倉 我打開給你看 好 像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 我們今年要留下來 做明年種植的小米 好美 對 聽說這個小米曾經在 我們現在在這邊 這個韓系部落失傳了30年 因為部落裡面很久 很久沒有人在種小米的原因 是小米並不難種 最主要是部落人 尤其是青年 大家並不在部落裡面 就是沒有人去做拔草 或者是播種 或是採收的動作 你們今年種幾公斤 今年種了3公斤 快4公斤 那我們給觀眾一個概念 你說1公斤大概9個籃球草 然後全部都是 像比方除草 全部都是大家去 所以我們常常開玩笑 說1公斤大概5個年輕人負責 然後早上一大早4 5點起來拔 因為我們都夏天種 我們一年一收而已 拔4 5個小時 大概拔不到兩三百公尺的草 所以我們都說 那個小米如果有酸酸鹹鹹 那都是眼淚掉下去的 很珍貴 所以放在這邊裡面 你的溫室度什麼 這樣就OK了 對 像這個種子到時候 我們要讓它太陽出來的時候 會這樣正面曬一曬 然後再轉過來 屁股曬一曬這樣子 我們要讓它變成種子的時候 我們會去摩擦一下 它一摩擦 它就變成一粒一粒的了 所以華麗 你看 這個部落裡面 傳承 長輩真的是 我覺得它是你們的活字點 就是你們的 所有一切的這個寶庫 長老的角色出來了 倫理道德慢慢回來了 年輕人一起工作 一起拔草 一起採收 小米其實帶來的 不只是小米酒 它其實也帶來的部落 另外一個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它帶來世代之間 它像一個年酌劑 大家因為佩服敬重 然後有這個情感 不會認為任何一代 都可以完全取代前面這一代 黃姐來帶你看我們做酒的地方 所以這算你們的釀酒場 就對了 所以緣跟職校的學生 是在這邊學釀酒 就在這個裡面 對 學做酒 六花酥 六花酥 這邊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小米 這就是已經都戳出來變 對 這其實是在我們做酒的 最後一個階段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種子放育的地方 我們的種子在那邊 處理好了以後 在那邊蒸熟 就是媽媽在做擠酒的方式 都是要用手去擠 所以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小米酒有三大因素 第一個是溫度 第二個是小米的飽滿度 第三個就是媽媽的心情 對 像郎娃妳在這邊學這個 妳覺得妳學到了 比較不一樣的是什麼 上課後就知道如何發酵 對 它發酵過程是怎麼樣 擠酒的動作 要怎麼擠 酒才會好喝 不然有時候擠的話 如果你沒有太大 就是沒有剛剛好的話 你把小米放下去 它酒都跑到小米上面 這個酒就喝起來不好喝 我看妳還有轉 所以它不只是力氣大 妳小的時候有看到媽媽 沒有 也是回到部落才有學的 我可以跟她學一下嗎 當然可以 謝謝 老王 像我們如果要擠完這一壇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裝滿的話 至少半天 半天是一天的時間 需要很安心 對 到九招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拿來做會餵雞 所以如果妳看那個雞 走路都走右邊的話 那個一定是沒有起 沒有起 然後這第一個動作要先把手 這個布要先給它密起來 對 布要密起來 對 然後我們的右手要抓在 虎口抓到這邊 對 然後利用左手輕輕的去捏它 對 每一個地方都捏 對 捏住它 對 把它久捏下來 然後它快要乾的時候 再去除嚕它 對 但是不能太大力 我現在懂得跟管理剛剛講 所以你們曾經想採用那個像豆漿機 或其他機器去 去帶 但是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把感情注入下去 法力是你一個人把這些 員跟直校的部落生活的經驗 化學 英文結合起來嗎 我覺得這些這11年 是怎麼樣慢慢慢慢 因為很多小孩他回來這邊 這樣這邊生活 工作的一個階段中 頭腦可以學到更多東西 知道他背後的原理 知道他工作的一技之長 其實我覺得會 就像一顆堅強的種子 他如果可以回到任何地方 不只是家鄉 或是會到都市去或到哪裡去 他只要是種子夠強壯的話 他其實絕對不會怕風作遇到 不可以落地生長 然後他是幾歲的時候搬回部落的 4年前 比較一下 你覺得部落生活 目前為止自己喜歡跟不喜歡的部分 很喜歡 因為這家 自己家裡 就是很習慣在生活 沒有像就是在讀書 比較有壓力都是的 對 因為要自己賺錢 有些東西不會沒有人會教我 一定是身邊哥哥姐姐 自己教我這樣 我懂 所以你回到部落之後 你任何不會的 你的哥哥姐姐 你的父母親 甚至還有祖輩的長老 他們都會教你 對 然後讓你沒有壓力 也不感覺 在教的過程當中 有不好的對待 溫暖 比較溫暖 對 好 寡立我們現在看到 就是這個部落的香菇 其實它某種程度 其實它也有 也有一點天生天養的味道 因為這個多櫻木 就是你們在這邊 右地區在這裡 對 我們在小時候 其實就跟著阿公阿嬤的 學種香菇 因為這個香菇 其實帶給部落許多收入 也因為天時地利的關係 變成說香菇在這邊 很適合生長 我帶方姐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在部落裡面 今天在整理香菇的 阿嬤 阿嬤 妳好 阿嬤十九歲 但他種這個已經種四年了 算是很熟練 對 沒有錯 其實基本上在部落所有的小孩子 都會經過香菇這一段 尤其是在部落長大的小孩子 所以我們常常阿公 媽媽都會說 我們是香菇養大的小孩 有這個原因 這個是 剛剛之前寡立公說 這是鍍茵木 在部落裡面我們就是有天時地利 然後加上有這個木頭 但是因為這個木頭 我們沒辦法大量去開口 這幾年我們長老是教導我們 就是開始種 多種一點都櫻木 那邊種 多種一點自然而然下一代 我們就可以持續用了 可是你在山上好 我說這個做經濟事業也急不得 因為你一個都櫻木長成要10年 10年以上 即使你現在覺得滋味很好 或是大家很壞你 你想大量的種 你也沒有辦法這麼多都櫻木 對 它還是有它自己的限制 跟它的天氣限制 材料限制都會有 包括人的限制也有 因為種香菇其實要靠很多的分工 都是要靠人的力量 等一下你跟我們觀眾講一下 因為我們都城市土包子 就因為我們知道香菇 大概是太空包 裡面放木屑 讓它養 你們這個是把菌絲打進去是不是 它大概過程是什麼 這香菇怎麼個種法 種法就是會先打洞 打洞之後再把菌種塞進去 菌種 對 每個月我們都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要讓這些木頭上下顛倒 讓菌種在木頭裡面流穿 這滿重的 對 所以要大家 每個月都要這樣翻就對了 每個月都要 就是全部都要給它上下顛倒一次 我們現在種下去的是冬菇 所以它變成說 它一定要溫度夠低 在14度以下左右 濕度要高它才會長 像芳姐現在看到的這都是 昨天早上才 昨天晚上冒出來的 所以你祈禱之後 我們來拍的時候實在太熱了 還沒有大量長出來 所以它現在冒了頭以後 如果今天晚上下一點雨 它速度就會很快 因為它吸收水分 它吸收水分到時候就會長大變成 最大可以像女孩子的拳頭 也差不多一樣 柴樹有沒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手不能摸到它裡面的菌摺 因為它這樣沒有打開來 就是手約我們的 一摺一摺的 因為手約很多的鹽分跟雜質 如果碰到它的話 就會容易加出它的腐敗 對 它就很容易就壞掉了 所以我們注意的是 就是將老都跟我們說 就是拔的時候 就是抓著固定 然後再把它拔下來 所以你很厲害 你種的時候 照顧它的時候需要力氣 可是你摘的時候要非常非常細心 你們兩個技巧都一樣 對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 老天給你的挑戰 我看那邊都搭了黑棚子 對 因為我們印象裡面好像香菇 它需要多一點遮蔭 這次颱風把很多的樹都吹到了 所以我們用了一點點小小的幫忙 我們就是把沙網把它遮起來 最大的問題是後續我們要採收的時候 我們雙手都吃軟不吃硬 它都把菇傘吃掉留下菇地給我們 真的 然後我們很氣 很多的事情還是要考慮到 比如說像颱風經過了以後 我們要用一些網子幫忙去遮蔭樹蔭 我們去買像這樣子的沙網 整個包豬了以後 那個松鼠很聰明 他把這個沙網咬破一個洞 他保進去裡面吃 還出不來吃更多 他幾乎住在裡面 也有人叫我們放音樂 他說有聲音動物不會靠近 我們有放 第一天有效 第二天有效 第三天就陳群杰對來聽演唱會 對 一邊聽音樂 一邊吃小菇 所以我們就比牠們更勤勞一點 我們早一點出來拔 就早上拔一次 中午拔一次 下午拔一次 我們甚至連半夜都會起來再拔一次 很棒的分享 應該好好想一想 改變自己 然後接受大自然發生的一切 是 其實真的放山雞 對 而且我剛剛在上面看 發現牠們真的走得都很快 牠會聽我的 真的 認得 我們就是邊餵牠的時候邊叫 請去看 天八 �� 你們在投擺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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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